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为何炙手可热 看看他的资源转化率有多牛 平台一给予赞扬 如果说王一博是内与顶流 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反驳 反正在他们心中 除了自己正主 谁都配不上这个称号 或是依旧将思维停留在所谓的 四大三小 殊不知有人已成昨日流星 而事实上 一部电视剧的好坏 的确要看观众的口碑 可一个艺人是否有流量 业内才是最知道的 艺人不论参加什么节目 演了什么电视剧 出席什么活动 终归是要靠平台播出的 而且出品方 策划方也都一清二楚 丝毫不会因为外界对艺人的唱衰 而去无数真金白金的数据 很明显 王一博的存在就是 完全符合业内队 顶流 能力的评判 不然 他也不会在整个娱乐圈 都变得炙手可热 众所周知 财报对于一家公司有多么重要 他们不敢也不会造假 没人敢承担后果 所以 当王一博被能够上 公司财报被表扬时 粉丝们的那股子自豪感 可是抑制不住了 冰与火在阿里第三季度的爆表中 是重点表扬的存在 是招商率100%的冠军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 和这就是街舞第四季 被阿里连续两年表扬 最近刚刚结束的第五季 也被重点表扬 有匪被华策表扬 鹅厂重点表扬 因为这部剧破了鹅厂的招商记录 光王一博代言的百雀灵 就投资赞助了一 两亿 鹅厂的招商因为王一博赢妈了 风气洛阳登迷喉桃 2021年第四季度和 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 王一博的个人贡献率达75% 王一博 从数据上来看 的确是个福星 无论是从演戏还是舞蹈方面 只要有它的地方 那平台绝对是赚饭了的 所以呀 当王一博三不自义出现时 很多人觉得 那仅仅是一个艺人而已 可在真正的业内面前 他们才会清楚那些意味着什么 故此 王一博被各种传言色饼 他会出演各种电视剧 如果那些是真的 那么王一博的拍戏时间 恐怕都要延续到2026年 他跟月华合约又一次 到期还拍不完了 那么 为什么这些资源明明知道 王一博不可能接 却依然乐此不疲地 溜着王一博呢 那当然是看中了 他的资源转化率 不单粉丝们口中 王一博的足够优秀 他的商业价值有多高 而且在各平台的眼中 王一博依然可以靠自己 为平台带来如此多的营收 换颜值 职员表上有 王一博 那就万事不用担心了 可惜王一博不可能真的出演那么多资源 于是 在他不会费力 打假的情况下 利用王一博的名字 在网友们面前过个眼熟 那也是不错的 后续真的播出 也是一部 被王一博拒绝过的 电视剧了 除了电视剧爱盯着王一博 街舞也是如此 第五季的节目 就是总导演陆伟去求来的 只不过王一博看在曾经合作过 自己还是平台代言人 赞助商是自己代言的品牌 外加真正希望推广街舞的份上答应了 据说下一季还要继续邀请王一博 就不知道后续 他是否还会继续应允了 艺人火不火 粉丝说了不算 交给平台吧 艺人能否创造营收 他们还不知道吗 而王一博 已经是可以被登报表扬的存在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